你看你呀 大户小叫的 一点大户 人家上奶奶量子都没有 我有事找你帮忙 什么事啊 我把冬院的小丫鬟们 都集合起来了 我要你去教他们 怎么化妆 怎么打扮 怎么说话 还有 怎么泡茶 你想开院子 你想什么呀 要开我早开了 等不到现在 吓死我 那你要我教他们这些干吗 我想让他们 去渔龙泉给客商们泡茶 为了把这茶卖出去 这 脸好看 这个我拿手 走吧 上奶奶吧 我们家来做什么呀 不知道呀 还有咱们穿最漂亮的裙子 对啊 该不坏是要 给我们找个人下巴 你是想人家想风了吗 对啊 师父 来来来来 师傅来了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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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来了啊 这以前啊 大家都在家里做活 从明天开始 我要你们去渔龙泉帮几天忙 这在外面 说话做事带人接物 跟他家里头不一样 所以 我特地把韩夫人请来 教教大家 好吧 你们走两步给我看看 走两步 行 都跟着我啊 跟着 跟着 怎么了 你别光摇头啊 你得教我们 好吧 你看着我怎么走啊 这不行 这不行 你就不行 我靠这个颠倒众生的 我们现在是去卖茶的 那行为举止 得要用内茶的感觉 纯正 清香 明白 纯正吗 就是要 大方得体那种吗 对对对 这个我拿手 好不好 来 再一次啊 胸药亭 左摆 左摆 这个 还得再清香点 再清香点 来 看我啊 胸药亭 来 坐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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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吗 跟我同一散 快来来 跟着啊 跟着啊 好吧 你们往前走 挺好 抬头 别那么紧 对了 往前走 别摇来摇去的 来 放松一点 对了 往前走 你们这衣服太难看了 要换啊 我 我们这 都是新做的衣服 这是新的 去年才做的 土啊 土啊 全都狠土啊 全都要换 这样 我叫桓管家 给你们一人做成新衣裳 这颜色款式 都叫韩夫人来定 好了 好了 还有你啊 你也要换 行行行 都听你的 韩夫人准备给我们 做什么样的衣服呢 对了 你的茶叫什么名字 叫 叫 叫金花福茶吧 金花福茶 我知道了 再走 对 挺凶啊 对了 对 这颜色挺好看的 这颜色挺好看的 是吗 颜色挺好看的 来来来 拿着 今天晚上用上啊 明天要美美的 来 过来 好香啊 怎么样 金花福茶的茶汤 是红黄亮色的 所以我选择了 淡雅的秋香色 因为你那茶 叫金花福茶 所以呢 我在你的领口 袖口 还有披肩上 又点缀了一些金花 作为呼应 真是 好看好看 太好看了 对啊 太好看了 我说的是这衣服 我说的是你呀 你看你 又年轻又漂亮 你真的忍心 让她当一辈子寡妇吗 那个姐 来 叫我们泡茶吧 泡茶我会呀 要泡得好看 姿态优雅 还是得跟韩夫人学 来来来 你们都过来 来 学泡茶 来吧 来吧 好 夫人 夫人 老爷 你在做什么 你不是最喜欢 周敦仪的爱莲说吗 我今日出门 特地寻了几只 为你插上 你怎么知道 我听你赢过几次 相远一清 婷婷静职 可远观 而不可卸完颜 你倒是有心 老爷 老爷 你在这里看书 我在旁边陪你搞好 随你 大哥 下个月进京 她临走之前 我们给她见个行吧 行 老爷 你还记得这件袍子吗 那次 你把我从韩三川手里救下来 就送这件袍子挂着我 当时 这袍子上 还带着你的体温 和气息 后来 我把这袍子穿回了家 挂在床头 日日看 日日抚摸 你们óm 好 有 就是 要去 走 把这袍子穿回了房子 他们就好好地 去 拿下来 把这袍子穿回来了 然后把那儿也给你 我好了 好 我这儿的货就这么多了 你要再付钱 恐怕还得再长 谁长官啊 不老板 算你狠 我也无话可说了 这样吧 按照你前两天讲的 签约吧 签五年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行 这样吧 布老板 你看 外边那么多客商都在排队 一个一个拿户 你要签约 也请你到外边排一下队吧 你说什么 我可是大客商 一下拿五千行 你让我去排队 我们审视茶行 有审视茶行的规矩 无论客商大小 都得排队 我说啊 都是做茶叶生意的 你们怎么就跟那个 吴家绍奶奶那么不一样呢 你要觉得她好你去呀 可惜啊 那寡妇话说得漂亮 这一块砖茶也给你拿不出来 好 行 排队去 这 这什么意思 不是掌柜的累了 要吃饭了 这这已经关了 卫生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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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卫生来来 别关门了 别关门了 这是公铁车的 云龙泉出新茶了 云龙泉出新茶了 这不是说他家的茶 都掉河里了吗 如果他们家茶不被水泡 我们怎么在这儿收这个鞋 就是吧 他们不是说没茶卖了吗 你们跟我去看看 就都知道了 这个事啊 这事啊 云龙泉 过去 这事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看点新茶 来来来 各位 不老乡亲 快点过来 品尝一下 云龙泉的金花福茶 快来 尝一尝 来来来看 云龙泉新出的金花福茶 来来来 品尝一下 来 品尝一下 来 看一看 云龙泉新出的金花福茶 来来 尝尝我们的新茶 金花福茶 来 看看云龙泉新出的金花福茶 来 让我们的新茶 这叫金花福茶 让一下 味道还不错吧 不错 你成后的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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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少奶奶 少老板 都差点认不出你了 听说你这有茶卖了是不是 不是 不过 不是以前的福茶 是一种新茶 哦 是金洋福茶吗 是 你们先尝我再说 来 尝一下 这茶汤 比起金洋福茶 看似明亮了许多 可谓汤红不浊 香清不粗 胃厚不色 好茶呀 少奶奶 你现在的这个茶 比以前的福茶 好像还好了许多啊 这是我们云龙泉 才出的新茶 叫金花福茶 这是什么 这就有金花啊 有骨子黄花清香味啊 少奶奶 这金洋福茶多少钱一香啊 喝以前的福茶一个价 什么 少奶奶 这样一切不变 我们还要无存香 不过我这福茶 和以前的福茶 性质有所不同 你带回去之后 只怕她要多费口舌 你放心 就凭这个味道 不用费什么口舌 一定一响而空啊 对对对 来来来 照尝尝 照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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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探门吗 再等一等 已经未识了 前些日子 我求他们 不要跟吴家签约 你看看他们 给我那个脸色 今天 我要加倍地还给他们 好 让他们在外头 再等一等 好 掌柜的 外面好像已经没人了 不可能 真的 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开门 来来来 赶紧再尝一尝 来 来尝一尝 请保试茶 快过来 来 来 这边 来 这边 来 这边 行 行 行 不客手点 你放心 这十三之前 我已经把这货品备齐 保证你失误 势力出发 好 那就有劳了 连掌柜 我们不是签了五年的约吗 我准备把这五年 改成十年 那就多谢不和兄弟了 还有啊 我这次回去 会跟周边部落 所有的商人宣传 买茶 一定要去御龙泉 那些个什么审视茶行 谁去谁傻瓜 好 那我就告辞了 慢走 慢走 接 接 快 不可能 就算吴家重新去湖北进货 也不可能这么几天就运到 老爷 这是千真万确 吴家卖了一种金花腹茶 那些客商又全都回去了 什么金花腹茶 我也不知道啊 听喝过的人说 那金花腹茶比我们卖的腹茶 口味更加充合 也少了一股苦涩味 那不和呢 哎呀 别提他了 就是他调的头 老爷 我们可怎么应对呢 现在只有请杜老板出手了 客商们都说啊 你们是东运六美 还说冲着你们 以后只来御龙泉买茶艺 不过也有人在背后说 说你们什么以色诱人 你听到了不要生气啊 只要能帮上奶奶 把茶叶卖出去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生气 淳嫂 今天是我认识你以来 最漂亮的一点 是啊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这么感伴自己呢 不说不定哪位少爷 已经看上你了 正在来吴家冬月的路上 给你提心呢 回来 你要再怎么胡说八道的 你是不是给我塞在你嘴 不是 但你不要再就按一个 这就好 过来 你太正蜜了 只看下边 你是不是 葡萄 不然这有其他人 你这样 你应该成为那 太厉害了 有什么 我个人 我自己 你也有 我下来 你也有 你也不 rule 这是成都德勤权 今年的账簿 立大贵 打开 少奶奶 这是今年的收密 总共是四千二百三十四两银子 李鸿平 今年不错呀 来年再接再留 好 辛苦去了 好 好 来 来 来 兰州御龙泉掌柜 杨林青 御龙泉掌柜杨林青 好 少奶奶 二爷 四爷 今年的生意真是太火了 你看这账簿比往年厚了许多呀 来 把箱子打开 这么多 全靠金花福茶 明年 还会更多 明年 一定得四个箱子 才能装得完这些金叶子 好 明年看你的 谢谢少奶奶 去 去 广州 恒昌泉掌柜 高宝露 恒昌泉掌柜 高宝露 少奶奶 二爷 四爷 宝露啊 你怎么一个人甩手甩脚就进来了 怎么 今天没赚钱呢 四爷 您别着急呀 在这儿呢 你带的给银票 我在广东 回来路途最为遥远 你让我带现银赶路 那不是一路招贼吗 行 是啊 是啊 高掌柜 辛苦了 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地喝一杯 好 那是一定 少奶奶 四爷 武汉 风俱全掌柜 客气啊 拿把手 放过来啊 先我 走 走 加油 加油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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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专柜 我们里面签过 好 里边走 来 请 来 几碗那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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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走 走 走 来 来 这边走 这边走 来 来 这边走 这边走 往下走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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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还坐吗 真是漂亮 杨掌柜 杠掌柜 这种桌我们已经安排了柜客 请行为掌柜 那边请 请行 好 有劳的 请 几位掌柜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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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坐 这边坐 不好意思 几位掌柜 这桌我们已安排了贵宾 还是请几位掌柜 那边请 我们还不算贵客吗 是啊 今年救赎我们几个 帮东家挣钱最多 不是说好了专门验请我们吗 我们还做不了上席 不好意思 各位掌柜 有劳了 请 有劳了 几位掌柜 请 坐坐坐 黄管教 少奶奶呢 少奶奶在门口迎接贵客 什么贵客呀 来 来了 各位掌柜就知道了 肯定是官府的人 我们八金八干忙活了一年 在东家眼里 还是没有我们哪 对了 今天你们交账的时候 少奶奶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 就点了个头 对我也没说什么 只有二爷四爷 说了两句辛苦了 我们不仅是掌柜 也算是股东 这少奶奶连句话都没有 这少奶奶呀 虽然做生意很厉害 可人情世故啊 还是差了点 归客到 娘 娘 娘 那傻儿子 娘 我傻儿子 娘 你怎么来了 少奶奶派轿子 把我借来了 说今儿晚上啊 我是贵客啊 娘 爹 娘 娘 娘 老师 快 快快快 快起来 快 快 快 请各位爹娘入座 请 各位爹娘入座 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这还是第一次 冬建成和爹娘吃饭了 闻晓动今年的贵客 竟然是咱们的爹娘啊 走 谢谢叔叔 走走 阿姨 真好 都入座入座 入座 张伟霞 对 老师姐 帮我扛个桌子来 走 请大家静一静 少奶奶有话跟大家说 各位长官 各位伙计 这第一杯酒 让我们敬一敬 这块土地上的仙人 感谢我们的祖先 赐给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奋发向上的品性 让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 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也请祖先们继续保佑我们 来年顺利平安 继续赚大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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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顺利平安 赶紧 这第二杯酒 让我们一起敬一敬老爹老娘 掌柜们在外奔波 为吴家的生意尽心尽力 却不能在家尽孝 我是心怀感激 也是心怀愧 各位老爹老娘 在过去的一年里 你们受累了 高兴 高兴 我周迎自幼离家 没给父母尽孝 是平生最大遗憾 在座所有掌柜伙计 都是我的亲兄亲弟 你们的爹娘 那就是我的亲爹亲娘 这快过年了 我带我的兄弟们 给爹娘磕个头 祝爹娘身体康健 万事平安 这一条件过去的平安 好 起来吧 起来吧 孩子们 起来吧 起来吧 这第三杯酒啊 我要敬一敬我的兄弟们 好 给兄弟们喝酒 哪能用杯子啊 开吧 好 我们也快跑了 你们 都是各大商号的掌柜 也是吴家的股东 更是我的兄弟 对掌柜 我只有一句话 用人不移 宜人不用 对股东 我也是一句话 风雨同声 对兄弟 我终于更是一句话 有难同当 有福 同侠 干 我不是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这我干啥 我干啥 少奶奶 你放心 明年我们会更加兢兢业业 一定要让吴家的声音 更受益此度 好 来 各位 加一个 好 各位老爹老娘 各位掌柜伙计 十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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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少奶奶 还给大伙准备了最后一道菜 那上楼 十好为 上菜 这道菜 这道菜 大伙儿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 上海的这道菜 真是太贵重了 贵重 还有比这更贵重的呢 还有更贵重的 上第二道菜 前些日子 京阳重修文妙 少奶奶也出了重心 不过呀 不是以少奶奶的名义 而是以大伙儿的名义 大伙儿面前这帖子 就是重修文妙的卑质 上面就有着大家的名字 你看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 你看这上面有 有有有有 这黄金 是少奶奶 对大伙儿辛苦一年的靠牢 而这重修文妙 则是造福相礼 择披后人的大功德 是少奶奶 给大伙儿最贵重的 新春鹤岭 没得说 没得说 少奶奶慷慨豪迈 仁义无双 我等均佩服万分 从前以后 无论做生意还是做人 无论火里来水里去 我等均无二话 均无二话 均无二话 好 如果给你啥呢 真正好 畅私 你醉了 不要 我好 在鸟里边 我以为你们 一样 长鸣的油灯了 武平 凡名的孝顺都见到了吧 碧安 没有吵到你吧 好 好 你还记得不 当年我们商量过 要将吴家东院发扬光大 要将东院的生意 做到那张地图上的各个角落去 现在你听好了 今年 我们赚了四百万两银子 东院算是发扬光大了 你和天 一定都很高兴吧 所有人都高兴 这是我啊 吴平 自从你做以后 所有的快乐都是转瞬即时 而不快乐 其实那么地长久 难以消散 就好比现在 我虽然卖了很多很多的货 也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可我 就是快乐不进来 就是快乐不进来 我敢去 这么个人 还行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老 少爷 我可再也找到你了 让我看看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的 这衣服怎么也破了 快脱下来 我给衣服 你怎么找到这来的 还说呢 当初走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留下 老爷和夫人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我只好去老爷和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 一个一个地问 我当时心里就想着 我一年找不到我就找两年 两年找不到我就找三年 不管多久我都要把你找到 不过老天有眼 这一年还不到 就让我把你找到了 我走了走了你找我干嘛 看你说的我能不找你吗 好了好了 你现在找到我了 你可以走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 我才不走 你不走 那你留在这干嘛 伺候你啊 你慌不慌唐啊 你见过出来打砸的 身边还带个丫鬟呢 那你以前跑街的时候 不也还带着天使和天人 那是以前 我现在隐姓埋名留在这儿 就是不想过以前的日子 说了半天 你就是嫌弃我 不是嫌弃你 我嫌弃我自己 少爷 你听我说 你看 你这衣服都破成这个样子了 也没有人给你补 你这房间乱成这样子 也没人给你收拾 你身边得有一个人 照顾你才行 好好好 你把我破衣服补好 房间收拾好 马上就走了 好 那 我明天再来 不行 你以后都别来了 而且你不准告诉别人 我在这儿 要不然这样吧 我三天来一次 不行 那我现在就回去 告诉老爷你在这儿 还行 你一个月来一次吧 三次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你想不相信我现在就把你撵出去 好了 好了啊 您是少爷您说了算 行吧 衣服能脱了吧 来 我自己来 易妹妹 嫂子 好久都没吃你做菜了 你看你这什么样子 跟你男的我还要见外 至于你们家那位赵大人 他早就拿我没办法了 怎么样 当了赵夫人感觉如何 很好 他对你好不好呀 很好啊 那你会儿 他要对你不好你告诉我 我去骂他 老师 这边请 好 赵大人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客人 不必拘束 都是自己人 这位是我老师 张唐青先生 这位是我师娘 这位是吴夫人 您就是 帮我们联系 二手吃不及的张先生 我一直都想要感谢你 但都没机会 今天能够见面 真是荣幸啊 张先生 张夫人 是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而吴夫人 旷荡 潇洒 更是 自成一格呀 老师 请上座 好 师娘姐 没有 立东 我爹娘还有奶奶 她们都还好呢 都好 就是 夫人她 夫人她想你想的 都生病了 是什么病啊 癌不癌症 大夫说是气欲所致 前几天有些下不了床 不过这几天好多了 你不用担心了 好了 穿上 让自己啊 还是我来吧 哎呀 还是我来吧 雷龙 嗯 你今天多大了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呀 你自己算吧 我十一岁的时候 进到你们家 要不这样吧 我跟我娘商量商量 那她给你几十两银子 放你出去的 又开玩笑 我说真的 是 你是不要我了吗 我是在为你打算 不是说好了 要伺候你一辈子的吗 哪个跟你说好了的 当初白我进来的时候 那卖身器上 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 生生世世为奴吗 你说那个呀 那没关系啊 我帮你改了不就行了吗 我不走 我要一辈子跟着你 你一辈子都跟着我干什么呀 少爷 你若收了我 我就是你的妾 你若不收我 我情愿做你一辈子的丫鬟 起来 你傻呀 我就是傻 你真是一个没见识的臭丫子 我知道 我不如她 什么都见过 什么都经历过 但是我愿意一心一意地跟着你 照顾你 玲瓏 你若真跟了我 你这辈子就太亏了 玲瓏绝对不亏 玲瓏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出去 找一个真正喜欢的男人 跟他生起个大胖小子 那才是你的一辈子 不 我是你的人 我绝不出去 你要真是我的人 就应该挺我的 离开沈家 看看外面的事情 看看其他男人 可是 你若真喜欢我 就帮我实现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 我们不务摘出去的丫鬟 以后都能开开心心地过一辈子 夫人 独立投资机器支部局 这份慧业的剧部 我是非常佩服的 先生为洋务四处奔波 不辞辛劳 也让我十分佩服 我们志同道合 全都是为国为民 来 来 五一 你我一见如故 来 帮一下 谢谢沈娘浩安 在我最初的设想当中 开设机器支部局 除了分洋商之例外 还有理想收入 其利润呢 着起几分亏商 或是养船 或是练兵 或是继续开办公司 也就名副 实现国抢 怪不得先生一直说 机器支部局的建立 乃是军国之利器 近日不听张先生讲解 我还真不知道 我竟然做了一件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国家姓王匹夫有责 我们都当以国家为重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就是 今天这顿饭 值得十年的书了 先生字字诸记 我也感受破断 来来来 虽然是九族饭饱 但是弹性却是 意犹为尽哪 要不这样 我们一部书房继续静谈 好啊 走 请 你们去吧 我在这里收拾 好 我也留下帮帮忙 顺便讨叫几招 这个 这一个糖醋肘子是我的最爱 你可一定要把它学到手啊 这边请 吴易啊 我在家呢 也经常做糖醋菜 可调出汁来的味道 却比你差了很远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诀窍啊 我哪有什么诀窍啊 不过就十个字 哪十个字 师娘 您记好了 就是一酒 二酱 三糖 四醋 五水 这 这是什么呀 就是一份酒 两份酱油 三份糖 四份醋和五份水 调制料之即可 一酒 二酱 三糖 四醋 五水 四醋 五水 对 记住了 记住 你这个丫头 厨艺精湛 长得尽巧 瞧这脸 长得叫水灵 师娘 我用芋泥 是有几百年工艺的独有配方 一会儿您回去我给您带一些 真的 那太谢谢你了 夫人 今日烦请白石邀你出面 除了表示我的感谢之外 还另有钥匙相商 张先生请讲 夫人投资啊 前后不过三十万两 这两年以来呢 获利已经高达一百八十多万两 而官府呢 却只有区区的四十余万两 这账目有什么不对吗 账目倒是没错 只是有违当初设立机器支部局的初衷 商家求了付 但是国强却遥遥无期啊 张先生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代表陕西官府 要求回购机器支部局的所有股份 老师 是 夫人啊 所有机器厂房都已经折损 但是我仍然愿意 按照原价回购 再加上 你这几年的获利 对你来说 应该是很划算的 这 按照当初 与沈西官府的协约 我们吴家 至少还有九年的权益 所有股份才进回官府 是啊 所以我现在 应该是与夫人商量 提前回购 张先生刚才讲到 外国所有的好 中国均可学之 依我看 外国最大的好 便是守心中约 既然当初立了协约 还是不变得比较好 夫人 我刚才还说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事关军国大事 一切都应该让位了 老师夫人 姿势体大 你就想去说不清楚 一时半会儿 也难以有个定论 不如 从长记忆如何 张先生 今日既然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一定会好好考虑 只是 虽然这两年 建议支部局收益不错 但筹建之初 也是熬过了许多艰辛困苦 还望张先生多多体谅 夫人应该知道 若非官府全力维护 建议支部局 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你已经赚了钱 当该饮水私园回报国家啊 可国家那么大 就缺这么点银子吗 夫人 滴水成河 只有人人出一份力 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啊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改日再向张先生请教 好 告辞 好 易妹妹 我要先回去了 这么快就谈完了 周夫人 不好意思 我先走一步 好 易妹妹 来 刚才突然来了客人 有几句话 没来就跟你说 什么话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扬风雨了 什么风扬风雨 没听到就好 听到了也别信 我看你最近说了这么许多 是不是想家了 在赵家还习惯吗 我们吴家 虽然也算是大户人家 他跟赵家总可还是不一样 你出来扎到 一定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 不管遇到什么人什么事 都别往心里去 这人呀 都有失礼的一面 你多花点钱 人家自然会想着你 要是钱不够了 让人来跟我支一声 我给你送来 我先回去了 自己要小心 好 这些东西看着南南斑 如果是在中午下的 就可以备好了 是 赵大人 夫人 我可以为你作证 做什么证 当初募股支持 我绝对没有贿赂你 而且是整个陕西 都无人认领这股份 最后才落到吴家的 他们要的不是真相 如果是因为 机器支部局利润可观 招人妒忌 我可以将我手中 这八成股份拿一些出来 用来打击上下官员 他们要的 也不是这点银子 是整个机器支部局 就因为我不同意回宫 才连累了你吗 我此次被割职 是遭人暗算 谁啊 贝勒爷 是因为我妈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贝勒爷可能都不知道 你是谁 他认定 我是李大人的人 所以要清楚我意见 所以要清楚我意见 这老爷和尚奶奶 都聊了那么长时间了 他们都聊什么呢 我认定 我是李大人的人 这是你该管的闲事吗 张长青对机器支部局 是志在必斗 我有一种预感 他们下一个针对的 就是你 你当初签了鞋 约开了大印 他们拿不走机器支部局的 才说 我也不是徐润 我既为来用资金 也为人人为亲 所有账目都是清白的 也没什么股权交易 他们拿不走机器支部局的 我又何尝有把柄 大不了 这机器支部局我不要了 不 该坚持的 还是要坚持 即便是要放弃 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得证 你现在在干吗 水也不骚 彩也不砍 桌子也不擦 院子也不打扫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杂役 不是学生 还在这干吗 还不去到扫院子 好 大印啊 jsou 你知道吗 你只会在这边 乱就把你进去 还在这儿 大印啊 这种政策 你自己是好 那我这个就搞了 你这样作敬自己 就是为了跟我赌气 赵白氏已经被革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几天 因为什么 以权谋私 把机器织布局的商骨 全都给了吴家 这种理由也有人信 京阳商家联名尚书 不由得不信 上将是谁 不会就是你吧 又是杜明里支持你 那么做的是不是 呆赃陷害 弄虚作假 颠倒黑白 对 还有什么坏事 是你做不出来的 爹 我错了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会劝你跟杜明里分家了 因为我看得很清楚 你跟杜明里 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小于是杜明里 你会想嘛 揸你 打发 小于杜明里 好 小于杜明油 怪不得你 说杜明去 只不过是为了能活下来而已 你不用那么卑鄙 一样可以活下去 我停不下来了 爹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我现在也顾不着那么多了 你醒了 爹再还 也是你爹 回家吧 我不回去 爹老了 很多事情 管不过来了 如果我今天跟你回去看 我这辈子都办不到杜明里 你知道杜明里背后的靠山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呢 只要找准时机 哪怕他是王某 哪怕他是贵族 我一样办得到 你要干什么呢 变法图存 改变中国 爹 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能做得到 夫人 这家也要靠山吗 当然 当然 花团 嗯 鸣 他自答备的观世音菩萨 请你保佑我家老爷 顺顺利利地度过这一难关吧 他自答备的观世音菩萨 请你保佑我家老爷 顺顺利利地度过这一难关吧 他自答备的观世音菩萨 然后点准过这一难关 他自己保护金融 药儿 从佑岳� 한 им菩萨 其间日暮闻合物 杜鹃蹄血缘哀鸣 春江花招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独青 此乃忠浅 夫人关注之人才行绝伦 但官运并不横通 除非贵人相助 巫医 张夫人 你也来烧香拜佛呀 是仇子吗 那一定是为了白石 白石还好吧 自从白石出世以来 长青就没睡过好觉 只不 我今天也是出来给他找药的 多怪我们 连累了张先生和夫人 也不得安逸 这事怎么能怪你和白石呢 你们俩也是被别人连累的呀 要怪就怪那个 长青啊 经常跟我说 这么多学生中最有出息 最有本事的一定是白石 没想到 他竟然这样毁了前程 白石 当初要是多听张先生一句 就好了 你也别太难过 那天 我听长青说 此事不是没有传记的 还有传记 有 长青说 只要白石愿意和那个 伍州氏撇清关系 他就有把握 去说服李大人 欺负白石 只是 白石的性格十分执拗 恐怕 他不会采怒 我可以劝他 如果他不听你的劝呢 你有把握 他能回心转意吗 好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那个 伍州氏不要再继续 当的机械支部局的毁伴 白石就能脱身了 可是 怎么才能让我那嫂子 不当毁伴呢 我跟你说 这件事啊 张长青 寄与的是你的全部股份 你只给他两成 他恐怕不会满意 要不你再帮我安排一下 我跟他再谈谈 行 我想跟他谈谈你 我 只要他愿意帮你 我不介意 再多付两成股份 这个你不用操心 我是实在 不想再与他共事 张夫人 谢谢您 但是 我还是不能这么做 你要是回心转意的 就到我家来找我 对了 对了 现在怎么没见到姨妹妹啊 她早上就出去烧香去了 我前段时间见了她 觉得她好像有心事 是吗 我这个妹妹啊 天真善良 我嫁入东元之后 除了巫匹 就与她感情最好 最合得来 她能嫁给你 我是既为她高兴 也为她担心 这经营虽然也不远 但对她来讲 却是第一次离家 难免会觉得孤单 你以前忙 现在有空了 还望你对她多多体贴 我心里有书 世上最美好 我国已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要多多珍惜啊 老爷呢 里边会客呢 最近机器制补局的生意 是越来越弱了 甚至有洋人客商 他们都想到我们这里来拿货 我们每天安排志工两班 倒都赶不上进度 我估计下个月啊 开始得增加人手 本来我还打算跟你商量一下 能不能再多增加几台机器 那天啊我本来也想跟 姨姐你还要去哪儿啊 你不是跟着我 你还要去哪儿啊 明依 张夫人 给 这可是让白师回心转意的 唯一办法 不行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如果我这么做了 我成了什么人 男人就是要见门离业 可白师却有一身才干 施展不出 只有你 才能让他走出这困境 可 如果我这么做了 他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的 我会怎么样的 无非就是一点惩戒 这对他以后 只有好 没有回 乌依 白师能否度过此劫 起死为生 全看你呢 你要当机立断 大婶婶 大婶婶 前两天你娘过来 还跟我说起你呢 是吗 她是有点着急 她说 你和赵大人成婚 那么长时间了 还没动静 她怎么说起这事 这可是大事 真是瞎走心 当娘的都这样 你跟赵大人还好吧 挺好的 盛龙泉来了一个新的做唐大夫 要不请她看看 大婶 我好久没看见嫂子了 我去看看她 她一早就出去了 没事 她如果不在 我就等她 我依今天的神色 好像有点不对啊 肯定是因为肚子的事闹的 叶小姐 少奶奶不在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一般很晚才回来 那我在书房等等她吧 嗯 好 一小姐 请客餐 你先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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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的应收账牌 这是还未支付的切勒 这是支付局的总资产 这是每天的产值 我争取在月底前 把股份的事情解决 你能不能在月底前 给我结算一次 能 你打算分割多少 我想 最少也要三分之一吧 也就是说 关家出十万两银子 买了价值百万两的股份 是 都别浪 把这些东西都找到那边去 东大人到 大人呢 给我把我们重视抓起来 是 是 大人 你们懂错了吧 没错啊 我让他救命 都别在追 干什么 你们怎么打人呀 给我搜 放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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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